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在我凡介紹的議食的時候 你看一下天 天陰陰 所以我剛才決定乘的士來 因為我在樂庫那邊過來會比較便宜 剛才只是乘了三十元的士 如果大家要乘車來 在黃大仙可以走來大約六至七分鐘 那我都不走 今天去吃什麼呢? 大勝燒我新開的 就在消防局對面而已 不算太懶走過來 但就要一點時間 這間店新開要看看行不行 連鵬都還沒拆 大勝燒我 進去坐下 再跟大家慢慢聊 進來坐下 這間大勝燒我 裡面我剛才也看過 有魚豬飯 分題海折飯 還有下午茶 當然我們已經是下午茶時間了 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食物行不行呢? 我們先點東西 點完東西再跟大家慢慢聊 好 當然一開始 就當然是介紹這個魚豬分題飯 雙併七十八元 如果魚豬飯只需六十八元 只需十元而已 這道飯我真的很欣賞 第一魚豬還是脆的 這些是乾皮 但我覺得有少許化皮 但感覺上這邊是乾皮 咬下去還是脆的 很好吃 這道菜也不少 你看看 這道菜也有七件 真的不少 我現在試一塊給你聽 好嗎? 看看有多脆 皮很薄 咬下去 它真的有爽 另外分題 哇 夠冷 雖然肥胃多 肉位少 但我覺得真的不錯 而且 它也有很多片 最重要是什麼? 它不是放在飯面 而是放在旁邊 所以這個不會令蝸米出油 而沒有那麼好吃 這個飯來說 粒粒分明 亦有些燒味汁 不錯 而且有飯香味 當然它也有一條菜心 我吃了少許葉 這個有多不錯 另外它也配了醬汁 乳豬醬是包裝的 這些不是自己做的 好吃 另外這個蒜蓉汁是自己做的 點熱分題 真的很聰明 很好吃 這個78元來說 真的不差 我覺得還挺好吃 你問我分題 我見面就吃了 大家留意 如果有一天我吃到拍不到片 那大家知道什麼事 如果我吃到拍片 拍了30年還在 你們也知道什麼事 不要說得鴨山草糕藥 鏡頭面前見到這片牛油多士 是隨著下午茶餐奉送 不過它寫明送完即至 另外下午茶餐 它是會奉送熱飲 凍飲就加3元 牛油多士它真是即烘的 是熱辣辣上桌的 牛油也發揮得很好 它是帶鹹的 很香 還有它茶餐的表面面積 大部分七至八成算是塗滿了 在旁邊的位置 近麵包皮的位置 它就沒有塗到 不過吃下去鹹鹹香香 還要有焊焦的效果 是相當之不錯 我的手剛才洗乾淨 現在拿給你們看 它兩邊焊的效果都非常之好 我喜歡焊到有這樣的效果 如果太淺色的 多士焊完出來 就不夠脆口 還有這裡的麵包 你問我算不算好好吃 它就比較薄切 不過都算是不漏風那種 因為很多時候咖啡茶檔 或者是茶餐廳的麵包 擺耐了 受潮 口感就結實一點 脆口程度也減低 這裡也算合格 相當不錯 下午茶餐的燒尾湯粉麵類 其實它全部都有 價錢是雙拼36元 單拼33元 供應時間是下午2點至6點 如果外賣要多加2元 不過它全部都是粉麵類 它就沒有飯類 所以它包含的主食是有 可粉、米粉、米線、粗麵、油麵等等 燒尾方面的選擇多了 有些什麼呢 有叉燒、燒肉、油雞、切肉、燒鴨、燒籃、燒籃、燒蠟仔、燒蝙蝦、燒蝦、燒蝦、燒鵝、燒蝦、燒蝦、燒鶴 選中了我最喜歡吃的水河 湯底的份量一般般 你問我有沒有燒味 不過像平時家庭熬湯那種味 它不是純粹只有鹹味和蔥和芫荽的味道 它是有一點像放了材料去熬湯的味道 帶有些瓜的味道 類似徑步和紅蘿蔔的味道 少許大甜 有部份是鹹味 還有河粉的份量給很多 我猜不到一人份量會給這麼多 因為我吃了好幾口 現在的碗裡面還有很多 河粉夠薄夠滑 不易斷有米漿味 還有你看我夾起來相當滿足 拉扯力也很厲害 但居然沒有斷開一段一段 這一點真的相當滿意 而且吃進口不會覺得很油膩 很濟 很飽肚那種 配有的燒味 我這次在旁邊挑選了的材料是燒肉和切雞 我說明走液 所以這次可以避免不會再吃到雞翼 因為我雞翼真的一般 推而隨便吃 不愛雞翼多數會給我雞背 我都接手 這個真的給雞背 沒有給雞胸我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雞胸 不算口感是粗糙還是滑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淡淡肉 而雞背也相當不錯 不算太小 還有皮魚肉之間 看到嗎 有些很薄很薄的一層 啫喱位 可能要等老公剪片圈 給你看看 看到嗎 這裡是有少少啫喱位 半透明狀態 雞胸有嚼韌度 還有很滑 雞皮是夠爽 還有覺得雞肉有很多汁 還有看到嗎 雞骨是大紅的 證明烹調雞的時間 拿捏得相當不錯 沒有煮過濃 沒有令雞比較粗 只是那個雞已經贏了不少分 醃料方面就普普通通 但也算是有味 雞味濃濃的就一般半 但起碼口感和滑的程度做得很好 而燒肉雖然切到丁方那麼小 和打麻雀的色彩多一點 它不是五花腩 但居然有肥有瘦 瘦的部位不算太粗 有彈性 沒有雪味 還有肥的方面夠冰凍 有煙韌度 還有有一層油香味 最重要是皮 皮夠脆 吃下去都很享受 不過面積小一點 脆的層次很快就完結了 這裡總共有幾個呢 就沒有老公剛才的乳豬 或者分題那裡那麼多 因為下午茶餐的關係 雞只有五個 燒肉只有六個 但每個都是很小 旁邊都拌了一條菜心 這一點非常之欣賞 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三十多元相當之滿意 而且雙拼只貴過單拼三元 最後我又問他拿到蔥油 這裡是沒有薑味的 但它調配的蔥油都算是挺好吃 鹹味是有 不算過濃 太腸口那種 是適中 但燒肉我一向都不是幾點的芥辣 所以我就沒有問他拿 想介紹這碗荔湯 如果跟餐單點每碗是要加五元 因為我們叫了一個正價的燒味飯 是碟頭的 它就奉送了一碗 所以總共我們是有兩碗的荔湯 但餐牌上面寫著如果 單點不跟餐的時候 然後荔湯是八元一碗 今天的荔湯是用一個普通飯碗裝著 容量是200-250毫升 它也裝得滿的 超過百分滿 而材料方面 它就有雞腳 豬肉 還有我剛才喝的碗 有紅蘿蔔和北橫在這裡 喝起來 雞腳和豬肉都煲了些油份 所以現在看到湯面上面 就看到有很多油浮了在這裡 但是喝起來不覺得太油膩 而且它調校的味道很適中 不會很鹹 很搶候那種 喝起來也算是家庭式煲湯 很順口 熱度 比起喝起來辣口辣味的 綠咀的感覺 它是輕輕暖一點 但也算是夠熱的 而且它很肯不渣給你 不會只用一個清湯給你 喝起來 你問有沒有燒味的味道 它也有一點點 不是很厲害 因為它加了那些 類似我們平常很喜歡喝的 燒豬肉的味道 不過真的很輕微 有點像點到即至那種 但喝起來 如果用一個單身汗 一碗250毫升 也算滿足 就算了 另外一碗下午茶燒味雙瓶 我這次要了奶粉 不過主角換換了是燒鵝 燒鵝的價錢會比較貴 雙瓶是$41一碗 單瓶是$37一碗 另外那項燒味我選擇叉燒 不過我沒有說明要愛肥叉 所以我都猜到它是給我手叉 總共它給了6片 每片的厚度大概是0.3cm 聞到我覺得都似無似樣 起碼印象中 我吃過最硬的叉燒 就是有乾有裂的 這裡居然是有彈性的 雖然邊皮都輕輕硬一點 但是可接受範圍內 還有中間的位置都是彈性得來 是比較軟 比較軟 還有叉燒的味道 醃製得相當不錯 都算是OK 挺好吃 而燒鵝方面 很幸運 這次給了一張照片給我 就是翼蝦 翼蝦方面有肥有瘦 鵝皮真的完整無缺一刀切 所以看到那個鵝皮的位置是齊齊齊邊的 不是翻熱過的 不會軟攻蝦米 鵝肉不是煤不是散的 它是整整齊齊有彈性 還有它有鵝油 黏住了 真的脂肪胃也挺多 而且吃下去有股油香味 鵝獨特的味道很突出 而且它這個雖然叫上翼 但是很大隻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 連碗底的主食給了奶粉 我覺得這個容量十分滿足 只是說奶粉 我覺得已經比剛才我吃的那碗河粉 河粉我已經覺得相當不錯 給的很多 口感很好 反而這裏的奶粉 更誇張過河粉 它是有新的奶粉 但是是半透明狀態 是有煙韌度 還有給的份量真的超級多 居然41元一碗 我猜不到 連燒美來說 它給的份量這麼多 它還要加了蔥粒 很香噴噴 湯底就跟剛才那碗河粉一模一樣 不過因為浸了燒鵝 上液的關係 有一股燒鵝鵝油的香味 已經散發著在湯底 是更加好吃的 熱度其實是足夠的 不過我因為要輪著來吃 所以這一碗 我不是最熱的時候試第一口 其實我覺得它更加熱的時候 還會更加好吃 整體上這碗 叉鵝奶 餡茶 超級欣賞 另外點燒鵝的酸梅醬 今次不用問怎樣拿 不過要問它拿個容器 用來裝著這一瓶桌面供應的酸梅醬 任你擠的 你喜歡擠多也可以 少也可以 不過它的質感 有點像果醬 因為它是比較稠 你要夾起來 才可以放在燒鵝上面 因為如果這樣夾著燒鵝 你點是點不到的 因為它會射到碟仔 最後講講這兩杯凍飲 這個是跟下午茶餐的 所以我們只點兩杯 正價就免得喊 因為這裏的食物 我覺得不太鹹 否則我會加一杯飲料 凍飲料來說 每杯都是加3元 凍檸茶來說 味道比較一般 我覺得是一種普通的茶葉 雖然檸檬很多 刀完之後有檸檬的味道 但茶不行 也不能夠讓凍檸茶起死回生 但不至於難喝那一種 只是很普通 至於凍奶茶小甜 就由老婆講講 凍奶茶小甜 沒想到加完奶之後 都沒有沖淡到奶茶的顏色 我心想 會不會很濃 不過喝下去 都是普普通通 跟一般茶餐廳的茶底味道 都差不多 小甜的效果做得不錯 不過整體來說 加完花奶之後 喝下去 都會感覺到 有少少鞋口鞋里 冰去都算比得夠多 比起凍檸茶那杯 更加多 整體上喝下去 都算是夠冰凍的了 如果它做到 效果沒那麼粗 連少少鞋口鞋里都去除 我就會覺得更加欣賞 但喝下去應該會比老公的杯 因為那杯比較淡 好了 來個美人照鏡 東西都七七八八了 還有一件多士 和兩杯飲品 差不多了 接著講講最後總食評 這間大盛燒鵝的食質不錯 另外我又是那句 我很喜歡講講題外話 我都很喜歡跟別人分享 一些飲食的心得 亦都想告訴他們 地球真的很危險 在他們來說 不如你回火星吧 地球真的不適合你住 說真的 分題有寄生蟲 正確 雞有激素 也很正確 豬有豬 也很正確 其實外出吃東西 真的隨時會死 不是開玩笑 不要找命博 看到這些片 記得千萬不要看 我都是為了你好 我就不怕死 沒什麼所謂 我拍片 我出去吃東西 都是求安心 不需要不停說這麼多這些 又說有什麼問題 我全部什麼都知道 我都說了 我進廚房看過師傅做事 有多惡劣 我不知道嗎 如果我相信你進去 你以後都不會吃東西 不要跟我在這裡說這些 我知道的東西比你們更加多 不要在這裡跟我說三道四 這個是說的 慢慢跟你說 有人還會說我怨氣很重 我想問說怨氣重 這三個字的那個人 麻煩 沒有人說我 我何來怨氣 我不是無中生有 捏造事實 說些無謂的事 你要記住 不是你說我 我不會說你 就是這麼簡單 來不來我也會說這些 有些東西 有人就說我 說這些 說那樣 現在我就開始說正題 有 今天食物質素真的不錯 最欣賞就是乳豬 分題 所有燒味都真的不錯 飯又夠有飯香 可粉 奶粉也不錯 今天有什麼談 就是兩杯飲料 我也不可以不談 因為兩杯飲料 真的比較一般 這條冷氣也很足夠 其實它有三部冷氣 其實人多的時候 它會把冷氣關掉一點 但是這條大開中門 也沒有可口飛 它也有風扇吹散冷氣 位置來說 它卡位只有一個 其餘全部都是一些散座 我覺得都OK 坐下去也挺舒服的 其餘等老婆說說 今天我吃過兩碗燒味 都很欣賞 因為本身雖然份量少 但價錢也是便宜 所以它比份量少 或者小 或者斬到燒味比較低色 我都會接受 另外質素我覺得相當不錯 至少雞皮下的啫喱也給你看 亂滑程度也給你看到 至少骨也是大紅的 所以我覺得煮的時候拿力相當好 另外口感 煙韌度 或者彈性全部都有 雪味就沒有 這一點也很值得欣賞 燒肉方面 起碼是脆皮的 而且它不是只有粗口的燒肉 粗口的意思 類似沙尼刀 又鹹又濃味 而且不會有豬的脂肪 夾雜著那麼多 所以吃進口的時候 沒有那麼享受 今天吃到這塊燒肉也挺好吃 有脆皮 而且不是太鹹 很怕燒肉 像沙尼刀 醃到死鹹死鹹 那就不好吃了 豬的鮮味也有 另外 可粉和奶粉的主食 都質地非常欣賞 而且味道和份量 也值得欣賞 因為本身 它調味的湯底 很好吃 還有 我沒想到餡茶餐 都給我們這麼大份量 所以 一位女士進來吃 一定夠飽 南士我就不敢包了 因為很多時候 南士都分分鐘吃兩碗 今天最多人來點的 就是分啤 分啤飯 還有燒鵝粉麵 我相信這兩種燒味 特別受歡迎 因為差不多進來 不是分啤就是燒鵝 這裡的服務員 招呼十分好 也會倒茶、滴水之類 又幫你開風扇、冷氣 如果冷 又幫你關上風扇 又幫你不適買來 收吉碗、吉碟 這一點真的十分欣賞 還有說話的時候 態度和語氣都很好 面帶笑容 十分有禮 這裡的服務真的相當不錯 還有環境在身裝修 藍廁、女廁都有供應 我就不知道乾不乾淨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差 因為老公去完都沒有跟我說 另外呢 這裡有個玻璃窗 有點像露表燒鵝那裡 是很清楚讓你看到 燒鵝在上色 風乾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玻璃窗門很吸引 而且這裡也很整齊清潔光亮 夾閘著自己方面 服務、食物和裝修都十分不錯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最後也要補充一點 就是蔥油原來是有薑蓉的 不過我點了頭一兩口都是沒有薑味 但後來老公說 吃到薑很辣 這樣說 然後我特意找一對筷子 再夾一兩柱蔥來試 是真的有薑在這裡 看看你有沒有幸運 因為它可能切得比較碎濕濕 還有很小顆 還有份量不是下很多的薑 所以我頭兩口就試不到有薑味 後來特意夾一堆來試 就試到有薑味 這一點真的要告訴你 好了 我再說一次 怨氣重 不要看了 出街吃飯很危險的 留在家裡 吃一些白飯 麵 河粉 安全很多 因為其實出街所有東西 包括菜都不是一些安全的東西 出街買東西自己煮都不是安全 除非把菜燒到黑了 就徹底真的完全沒有菌了 我都是給一些意見 在這裡說這麼多無謂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太多了 有時候要找一間燒味店 介紹的時候 說回我的感受出來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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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